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各展所长 他最年轻 他真的有点明显做旧粉 假的 马上播出 BTV秀场碎的艺术 歌谣词 敬请关注 谢谢 谢谢 欢迎收看中年理财 周唐秀 谢谢热心的观众朋友们 非常高兴见到三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青年歌手 旭日阳刚组合之一 王旭 我们将是 面前的主持人 蒋小涵 知名的艺术品投资人 西惠林 欢迎三位 接下来我来介绍专家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一位是著名的时候厂家 资深的艺术品经纪人 翟建民先生 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 王春成先生 风云堂女人 年轻的鉴赏家 便宜文先生 那么喜欢瓷器的朋友 这个特别比如西女士 如果你投资这个陶瓷艺术品的话 一定注意到了宋代五大名谣 鲁关歌军令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其中一种 就是歌谣 尽管我们以前也做过 但是因为歌谣实在是太有名了 值得我们探讨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今天我们不妨温固而知心 请看亮宝 量力不大 名声可不小 南宋的歌谣冠儿尊 三位 敬前看 请哪位专家介绍一下 我们眼前这件种籍 我们这件双耳的光耳瓶 它的幼特别的肥厚 那么歌谣经常我们听到 是金丝铁线 金银片有铁的胎 就是很深颜色的铁胎 它的胎是来自紫金土的胎 它的烧灶过程 是先烧灶胎 烧成了百分之六十的熟 然后呢 树窑之后呢 再上用 上用呢 是经过多次的上用 才成型的 好的 谢谢专家 三位 我看了 这样一件南宋歌谣贯耳瓶 大概值多少钱呢 给大家两个参考价格 2010年 纽约加持德春拍 南宋歌谣贯耳瓶 245万元 2010年纽约苏富比秋拍 南宋歌谣贯耳 八方尊 1200万 那么这样一支 可以跟周围的朋友商量商量 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估价一向保守 一向保守 好了 一块亮 382万 讲讲台150万 300万 看来王旭最近日子过得一定不错 那么 这产家给出的参考价是多少呢 160万元 但是还有好的奖品 更好的奖品 等着你们的 下面有三位藏宝人将轮番的上场 如果说这三件都猜对了 将奖给你 这是去年保利拍卖 乾隆玉饼 零这个三系铁 1600多万元 当然这是复制品 这样这一千六百多 你们仨一人抱回去一个 你这栏目还干不干 印得非常好 饥渴乱真 观众朋友们热烈的掌声 给三位嘉宾鼓励 同时欢迎第一位藏宝人指导 村长上镇献宝 精彩万分 大家看见我的惹火的身材没有 这就是新农村建设的光荣典范 村长您好啊 可以拿吗 村民畅向力挺 气势如同 我还带了两根宝 能不能请专家给我看一看 村民伤气的后果很严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赵广群 来自辽宁省海城市西柳镇盖家村 我是我们村的村主任 又村主任欢迎 大家看见我的惹火的身材没有 这就是新农村建设的光荣典范 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光村主任村长这样不行 你得让你的村民们都像你这样才行 哎哟 王老师 我的村民在那里 向大家当手 大家带来的这个 我这件藏宝呢 是宋代歌瑶菇 这菇啊 是用来喝酒用的 我这本人也爱喝酒 我也希望今天到场的所有的朋友 有机会到我的家乡 辽宁海城西柳镇 我呢 敬我这个村主任这个地主之爷 邀请大家 吃好喝好 谢谢大家 好 三位到前面看 谢谢家庭 对 给大伙儿看看去啊 您拿住了 王老师 哎 您放心 你看这是捧他们的村长 我的钢的亮子 好 不错 什么就不错了 我看仔细了 有的朋友说了 说看我这么拿着 就觉得是假的 谁说假的啊 好像我都村民在那了啊 村民生气的后果很严重啊 这真的 好 因为小韩是我们老嘉宾的 小韩先说 那个村长您好啊 虽然您今天带来了 声势浩大的后援团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要打击您一下 我以及我后面的朋友们 都一致认为您这个东西是假的 首先第一听说这个歌谣 它是特别的珍贵嘛 全世界不足 也就是差不多一百多件 对 我就不太相信您家就有一件 然后再一个 就是我的一种认识 我觉得吧 就是这个瓷器啊 如果是真的物件的话 经过这么长时间 岁月的洗涤 它一定会呈现出来 一种古朴的美 就如果把它拟人化的来形容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素颜的美女 这么长时间岁月的洗涤 它不可能还涂脂抹粉 有妆也早就花了 早就没有了 但是我觉得您这个东西吧 看起来吧 确实还有点涂脂抹粉的感觉 真的真的 而且我刚才借助这个演播室的灯光啊 我也在观察它 周围就它散发出来的那个光线 我觉得那个光线啊 有点贼 包括这个底儿 我觉得这个底儿做的特别新 真的不像是这么多年 下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首先我要说几点 第一点呢 我的老家啊 就是辽宁海城 是比较富庶的 在辽南 而我的这个镇的西柳镇呢 是号称关东第一镇 如果说花个几万块钱 买个几十万买个东西 还是行的 我们这个右色的 和别的右色不一样 它属于无右色 自然的发出这个浴石般的光 像苏油似的 所以呢 我说了半天 就是证明这东西是真的 嗯 那小韩你还要坚持你的意见吗 我觉得它就是假的 而且我再补出两个信息啊 王老师 一个信息就是刚才三位专家 翟老师 王老师 编老师 他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眼力出戏 就是我问 我说这东西能拿吗 能碰吗 然后翟老师说王老师拿 王老师您来拿 就显得这东西吧 好像很珍贵 但是这个戏啊 有点假啊 对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个是假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王刚老师 您是知道答案的 您心里是有底的 您刚才拎这东西的时候 明明就是在拎一个 普通的破暖瓶 所以我就觉得 小韩 我暂时是会判断 但是不是事先 他们三位专家 或编的杠子 哦是那是假的 或者那是真的 但是您是行家 您判断了之后 就像立个破暖瓶 要拎着他 所以 不是 我那有时候也是做戏 有时候你比如说 就值三块钱的东西 我可能 哎呦 我可以拿吗 哦 我可以 哦 我们三个呢 为什么我要 让这个王老师了啊 他最年轻 他属于后生长呀 最年轻 那真的有点明显 做旧很近 王老师就我们这里 最有合力的 最有合力的我承认 请问一下主任啊 你好 主任请问一下 你没有心理价位吗 你刚才没没报过价 没报价 我认为他值150万 150万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 你刚才说这个 菇 是喝酒用的 这个不应该喝酒用的 这个造型应该是 仿这个青铜器的一个菇 古代的时候 也是一个 治天地的一种供品 刚才的介绍里面 这位主任有一点 我觉得是值得赞许的 就是他刚才在介绍 他的东西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 他说这个东西的右面 叫苏油 这个词呢 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武艺 我觉得用得非常好 因为很多好的东西的 右面的感觉 我觉得的确是给人有一种很酥 很油润的这种感觉 这的确是真的 有发酥光 酥光 有这样的 其实这个也不是太有贼光这个光 好了 小韩说好了 来 西女士 请问这个村主任 你们家是收藏市家吗 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艺术投资人 一般是经历了 比如说一年看十几万件 著名的这个书画或者瓷器 还是很看这个流传有序 它的源泉在哪的 歌谣它的源泉地 应该是在杭州那一带 或者说它的这个冰裂纹 是非常美的 那你这个就是感觉像那个插花的花瓶 不值得投资 那我就明白了 他委婉地说不值得投资 那么就是东西有点不对了 好 黄旭 主任你好 你好 东北老乡 错了 我是河南人 我的背后好像都有 很多是您的村民是吧 那是真的 要说错了的话 我能出去这个大厅吗一会儿 能出了北京电视台 说实在的 我对这个确实是不懂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 它是假的 不懂我教您没事 别瞎说 别瞎说 那好 那好 那我就不再往下说了 谢谢 来 大家 大家发表发表你们的意见 有没有跟他们唱反调的 认为是对的 这一个 这个是个真的 宋代歌谣 宋代歌谣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还有几种可能 比如说清淡反歌谣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了 你怎么着 你认为是 那我就还是坚持我的 对 我的认识 这边有没有跟 跟王旭唱反调的 绝对是真的 我要接着你刚才那个 来 我们听听大伙的意见 主任 咱们听听大家的意见 拿起你们的表决器 开始 这本你看 这本你的人多 这本认为真的多 这本就认为假的多 我们期待着 他们最后的鉴定意见 一请护宝锤 好 谢谢 好了 我最后再确认一下 生死文书签过了 你这神色有点不大对 跟刚才不一样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因为有三分之二的观众 三个嘉宾百分之百 认为这东西不对 他们就认为是新的 您还没看呢 我连给他们 铺另外一条路子 我说是不是清淡的反歌谣啊 人家都否认 就是新的 你看你们那 退还是不退 不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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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喝啤酒不错 有点像扎笛的意思 对不对 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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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豁出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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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感谢 咱们听听见场家的一点 所谓宋歌妖宫 造型 听听 怪异 与时代风格大相径庭 就与当年那个风格 开片质感呆板木诺 所有的工艺特征 均不符合南宋至原传世歌谣特点 经鉴定为现代房品 对不起 最感谢 村子民也好 您的秘书也好 村民们那种精神风貌 我们看到了改开放这三十年以来 咱们两南地区 咱们海城 包括你们的村巨大的变化 在这里 我祝福那些我们农村的可爱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我还带着两件宝物呢 能不能请专家给我看一看 这个可不太好办 这个吧 您看一件 我刚说 他这个东西 他就是一点点 我得找不回来 对对对 我理解 好的好的 没什么意见吧 咱们给看一看 难得 表妹 我的表妹 直接送到他们那去 吃点拿呀 王老师说了 有几件真的就值了 这件几件 不用有一件就行了 应该同属于一个时期制造 不过呢 这件比那件更像歌谣 两个有一个共性特点 柚子都经过处理 摸起来都非常生涩 那好 早就不要了 拿着准备这喝酒的吧 谢谢专家 谢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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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恭喜三位嘉宾 你们已经向北京宝地 集中的 《乾隆的书法作品》的布置品 已经前进了一步 还有两步 另外 刚才唱反调的 请到卧薰斋去 好好琢磨琢磨 翻询 翻询 这边还有一位 这边 好了 朋友们 咱们集中精神 接下来热烈掌声欢迎第二位 藏宝人 母子上场各职一宝 且看孰真孰假 看来是夫妻携手 这一位是我的母亲 我什么眼神 这个我一直不靠这个东西 但是作为男孩子 我们在说的言论 男人还得靠自己 嘉宾直言 众口一致 究竟眼力如何 这两位是母子关系 要是夫妻就肯定闹离婚了 为这俩东西 太滑了 一看就是现代机器做的 我觉得赵远 还是可以忽悠一些姑娘的 所以 大家的朋友大家好 看来是夫妻携手 是吧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石亮 这一位是我的母亲 我什么眼神 真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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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你母亲 应该感到高兴是不是 长得年轻嘛 是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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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说 就是现在我们这带来两件藏品 我们为什么两个人来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 我收到我这个藏品的时候 我的父母就觉得 你拿一个翡翠的手把件 去给我换了一个防品回来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个东西是真的 我觉得我的眼睛 在我父母长时间的 这个熬柔目染下 然后我觉得我的眼睛可以 我认为这是个真的 然后正好我的母亲 在一个大雪的天里 然后她去收了一件 号称唐代的绿柚 所以说我们俩之间就产生冲突了 我说我觉得你这个明显就是假的 唐代的这么大的气形 它能够留到现在 真的很是传奇 然后我的这个小东西 是清代仿宋代的歌谣的一个三足水柱 我母亲这个大一点的这个 是号称唐代绿柚的卦 这个小的我报价是五十万 这个大的请我母亲来 我儿子不看好这个东西 我说我给你娶媳妇用 儿子说不 说你这个东西是假的 我说不 我说走咱到北京电视台找专家 看一看我这够娶媳妇吗 请三位专家和王冈老师给我 整个礼 好 好 好 不管做母亲的心啊 好 好 三位请 健身家 嘉宾都请 下母亲看 好了 这汉绿柚 她 唐绿柚 对 唐绿柚 这个我一直不看好这个东西 没事 不管看好 但是老妈对你多好啊 对啊 拿着给你娶媳妇的 就是啊 我给你娶媳妇 问题是我怕到时候 她娶不上啊 那自己努力嘛 对 你现在作为一个男子 她还指着老妈 老妈一份心呢是好的 但是作为男孩子 我们在说的严重 男人还得靠自己 你看人 王逊 靠什么 他有什么背景 他有什么根基 对不对 是这样 对 靠自己 季女士 你先说 小的这个没有任何这个淳朴自然的情趣 绝对的是一个现代仿制品 主要是它这个气息 还有这个裂纹 都没有那种像冰裂开的那种 很美丽的纹路和这个质朴的那种田园风格 而且外面太滑了 一看就是现代机器做的 王逊 第一感觉 我觉得它像一个小手雷 第二 上面要是再装上个堵头 就能当个小酒壶了 对对对 海滨有一种白酒 我们也叫手雷 就这样 三两 特痛快 但是我其实告诉你 这真的是水柱 就是说我们文房 比如这一个雁台 那时候没有墨汁是要研墨的 一般的呢 要是口稍大一点的 是一个小勺咬水 像这个呢 我估计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研墨 水柱 我还有我后面的朋友们 他们跟我的感觉都一样 还是假的 儿子 假的 不是儿子是假的 儿子是真的 小涵 为两位是那个母子关系 要是夫妻就肯定闹离婚了 为这俩东西 我看东西就凭直觉 看这件东西的气质 它传达出的气息和一些信息 我觉得这个小东西吧 看起来吧 就透着特别奸诈 透着特别精明 它就一点都没有那种 淳朴的气息 没有 就给我的感觉 特别不真诚 缺乏诚意这东西 也很少有什么这样的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是假的 没跑 而且底下那个标做的吧 还做的有点做旧那样子 然后再说那件大东西 那个大东西啊 阿姨 我觉得真的有特别扯 这颜色看起来吧 太脆了 太假了 而且那底下那个 掉漆的那部分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假 但是我觉得吧 您不是说这留着 给他娶媳妇吗 对啊 我建议您啊 今天就撤回去 就别把这东西砸了 就在家里放着 管它是真的假的呢 放在那儿 然后呢 我觉得照样 还是可以忽悠一些姑娘的 所以 好 你们仨说一说 应该是这个清末了吧 就是这个小的 这个三族的小水树红 他清末时候防那个 不是新的 不是新的 这大绿的肯定是假的 肯定是假的 肯定是假的 小孩 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绿罐子吧 它有点那造型啊 它跟古代的那种 有点相似 但是它这个颜色有点 太绿 就是这些活的 太绿了 跟现在那种染料染的似的 哦 我跟你说 我看这两边 有点是假的 这两件都是假的 好了 都是假的 错了 好了 我们听的大伙的意见 拿起你们的表决器 请开始 又不错耶 观众席三分之二 谢谢大家 都认为对啊 但是这三位嘉宾呢 我再给你们时间考虑考虑 我们先请出建设家 最后的意见 好 谢谢 二请胡宝锤 谢谢 王老师 你先把这个误号 咋小的 他妈跟我说 王老师 你咋这个笑子 你咋这个笑子 这个笑子 绝对是真的 生死文书签过了 签过了 我知道这个没签 对 是不是 这个没签 这个那一会儿 让专家 最后给一个 鉴定结果就行了 供你们参考 咱们现在就说 他 如果真像你说的 奖给你 由北京 保利国际国际排名室公司提供的纯金金牌一枚作为纪念 如果不是 这个真是小手雷了 手雷就是 那个手感特别好 出手以后 然后卡 是吧 三位嘉宾你们的意见 肯定不对 肯定不对 就是新的 小涵 假的 因为他是清代仿宋代 不要拿着宋代的重器来和这个比 我说啊 您注意点 他说您要想砸的话 应该先把那大罐给挪开 您没挪就是不砸的意思 不砸那就对了吗 难道 所以我现在有点犹豫了 那你怎么最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我觉得翟老师笑的比较有意思 假的假的 不改了 专家鉴定意见 所谓好仿宋歌谣三足水柱 行至精巧 玲珑而步伐古朴 雅致 右面温润 开篇自然 但造型风格与传世 南宋歌谣制品 有明显区别 明显区别啊 经鉴定为 清十八世纪房亭 Yes 市场诸价约三十万元 你看 恭喜你们三个 你们两个人 恭喜恭喜 回去吧 您不行 您不能走 您得接着反省 重要的是三位嘉宾 请一步卧行斋 恭喜 这有没有勇气赶上这的 来 来来来哪位 好 恭喜你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我们再说说这个 这个呢 肯定不是糖的那种绿的颜色 他连反铅都没做 对 那手头也重 他也不对 这个不对 那我错了 那个错了 你儿子这个对 哎哟 那再恭喜你 这个同样人自己 硬我说的句话了吧 娶媳妇靠男人自己 对 对对 老妈也很高兴很欣慰 对不对 对对 东西也拿回去了 好 请再见明先生 为你颁发金牌 谢谢 对 山东的 我们是老江啊 山东的 真的吗 跟山东的朋友们打个交集 好 再留下 去一个学友去 行不行 好 好 其实我发现了 为什么回头 小孩一看我要打开这个什么 已经有所感悟了 大家非要看一下翟老师的笑 不那么自然 你没看我笑啊 你看看边老师的笑 不是这样 对吧 你没看我笑 我边老师在 他在奸笑 我在甜笑 你也不看我笑 好啦 我们再看最后一番啊 欢迎第三位 藏宝人 嘉宾深情献唱 感人至深 如果注定是那么渺小 就让我能够将大的拥抱 主持人内眼蒙蓉感慨万分 人家可能三天五日还能见点婚姓 而我们的大铁库里永远是白菜汤的 跟贴饼子 连贴饼子都贴不好的 大家好 王冬老师好 美丽好 三位评委老师好 三位嘉宾老师好 我叫吉祥 来自山西 正宗的80后 跟王旭老师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我也有一个搭档 叫如意 我们也是组合 也一起唱歌 就是跟这个王旭老师的区别呢 就是我们唱的太刺 但是呢 我希望王旭老师 因为今天您看 旭日阳光的组合 王旭老师来了 然后呢 吉祥如意的吉祥来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缘分 我希望王旭老师 能多多支持我的藏品 我今天呢 带来的是清代歌谣胆评 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我个人认为 他还是非常漂亮的 您看那个 皮肤光滑 线条优美 亭亭玉丽 可以说 跟我们两位女嘉宾的 这个气质神似 我爷爷呢 托付我这个报价是80万 我爷爷说了啊 他绝对是真的 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是信了 三位嘉宾请 都上来 再好好看一眼 握心的 握心的 过去是 又往勾件握心肠胆 这也是一个胆评 握心肠胆 胆评 顾名思义啊 你看像不像画着一个胆 就是因为这个而得名的 对 好了 这回小孩 你先说 我 破罐破摔了 无所谓 反正我已经坐这儿了 您这不合适 您看清楚了 这时候就上去进攻了 对 踢足球也是这样 我就觉得它是假的 就就是假的 我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要遵从内心最真实的胜利 老师您得说一道理 然后 而且我之前猜错了 对吧 我现在马上就说 这个是真的 显得我多没胆啊 我跟你说 小孩说的这个很对 就不凭着感觉 我觉得是 因为它这个东西 升起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直觉判断 我就觉得是假的 因为我之前曾经说过 第一件藏品的那个光啊 特别贼 这个比那个还要贼 而且刚才您拿着它 在我眼前晃的时候 我清晰的在这个瓶子里面 看到自己的脸 所以它的这个 我觉得它这个光啊 就是没有年代感 我觉得是比较新的刷上去的 所以它能够那么油光瓦亮 而且我觉得吧 它这个东西吧 特别厚 我刚才一直在奔波于 那个真的和这个假的之间 来回的比较 我觉得比较起来呢 这个比那个要厚很多 然后呢 这是特点 味道也不太一样 您尝了 气味 我闻了 我闻了 我觉得味道也不太一样 再一个我觉得那个底儿 也是特别像是 刚出厂不久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假的 好 王旭 我还是跟晓岩老师走吧 因为我不懂 你跟着他干嘛 你也跟不懂 那天王老师说的 王老师刚才要取范 要说话 我听完之后 比较着急 赶紧纠正 赶紧 小韩刚才谈了一个 右色的贼与布贼 那么我想提一个问题 第一件和第二件 第三件 那么哪个柚子最差呢 光泽最差呢 很明显第一件 做尾的人 他会抓住你的心里 你认为玻璃质越强 这东西一定是新的 所以他要把那层玻璃质去掉 利用酸药药物和其他手段 错完之后呢 往往都是哑光色 用手摸 是色的 根本就不用有皮肤的感觉 是干涩的 也就是说 量与不量 真的不能代表新与旧 好 好好好 刚才王旭 刚才说 我不懂 他就发现王旭呢 好像不大善于用语言来表达 但是我想他更善于用自己的歌声来表达 你看大家马上就是理解 那在我们这个现场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句 你想唱什么歌 那我就给你们唱一首 如果我只是一棵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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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相信明天更美好 我只是一棵小草 我只是一棵小草 但我只是一棵小草 但我相信明天更美好 但我相信明天更美好 如果注定我将要死掉 当然我将我的梦想一起燃烧 没有花香 没有树稿 这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我只是一棵小草 我的失落 我的骄傲 执着的声音走遍天涯海角 我也好 包括在座的 比如翟先生 是不是 现在在外人看来 好像我们都是所谓成功的人士 但是想想 比如说我六八年下乡的时候 做知青的时候 真的那一年的苦 现在跟我们的下一代说 他们都不会相信 人家的炕是热的 我们的炕是凉的 人家可能三天五日 还能见点婚姓 而我们的大铁孤里 永远是白菜汤跟贴饼子 连贴饼子都贴不好的 如果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如果结婚了 因为那是四十多年前 四十二年前 如果我结婚了 然后今天 甚至我的孩子 可能也有了孩子了 我带着我的儿子 女儿 孙子 外孙外孙的孙女 也可能来北京了 然后在那街上碰见蒋小涵了 这不是那个央视 那个电视频道 那个年轻的漂亮的主持人吗 蒋小姐能跟我 跟我们一家人照个笑吗 这种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 那样就不幸福 所以刚才 王旭这么一唱 就会勾起我们很多很多 我们为今天感到 可能有几分幸运 同时我们也想激励 就像我跟您说的 一个最直白的一句话 干事业 包括娶媳妇 靠自己 对不对 王旭 就是杨刚 就是个例子 我也祝福 不管你是东西是真是假 祝你们那个组合 也能像他们一样 一定会努力 不仅这样的好 也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激励 好了回头再说 他这个胆评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它的这个右舍比较自然 好 心理师你来说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不是歌谣 因为它的鳞片 和所有冰裂的那种 感觉风格都不一样 对 说的开片 对 开片是跟那风格不妥 它也没有黄底 但它有右的光泽 老师要改意见 不是 我在想那个 西老师说的这个 它有它的价值 但是不一定是真的 会不会它的价值 就是可以在瓶底上 刻上 曾以赝品的身份 做客 收藏秀了 这也有一些纪念意义的 我觉得老师 也不能说 它没有它的价值 真稀 我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假的 尽管刚才王老师 还更正了我的一些错误 但是我坚持认为 它是假的 这个说一下 先不说这东西 是真是假 但是有两点 第一 第三件这个东西 是一只很标准的胆瓶 胆瓶呢 是中国古代瓶类历界里面 大概是最经典的 器型之一 第二呢 这只瓶子上 所体现出来了 开片的形式质感 包括片纹等等 很体现的一句话 所谓官割不分 大家体验一下 那不妨给我们简单说一说 官割 为什么就不分 就简单地说吧 因为它的开片 尤其是所谓金丝铁线 开片是非常明显的这种 一般都把它归入到 割窑或者割右的范围 官右和官窑 它的开片 裂纹中间 你是不能看到 有明显的颜色 比如说你明显地看到 有黑色黄色 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归入为歌 那么如果没有明显的颜色的话 一般我们归入为官 所以呢 一直以来有官割不分 既有古玩行的习惯说法 又有学术界的争论在里面 好 谢谢 谢谢 你们三位 应该是清代的 他感觉还可以 你抱着你就是清代 清代 对 假的 新的 新的 我觉得它那个紫口铁卒 铁卒像是做的 紫口我没看见 所以我觉得是假的 这个铁卒 因为它景德镇窑 它必然是做的 因为景德镇的态度 它是白的 所以它一定要做 老师 您说 我感觉它的气形挺不好看的 不好看 就是感觉有点假 真假我不知道 我也觉得气形不是太好看 我这说句实在话 好了 我们到最后了 我们先请出鉴赏家 最后的一点 好 三请胡宝锤 好 谢谢 好 生死文术签过了 签过了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绝对不退出 绝对不退出 我爷爷说了绝对是真的 我们观众还没表态呢吧 来 看看大家的意见 请开始 起码两个方站的主导意见 都认为这个东西不对 退出还来得及 我不退出 不退出 不退出 请起立 不退 我再确认一下的 重要的三位嘉宾的意见 王旭 肯定是新的 肯定是新的 小孩 我坚持它是新的 反正我也得不着那话的 我觉得它是反观摇 反观摇 什么时候反观摇 可能民国吧 民国 对不对 不对 您这吓得我 没事 说完了 这都打开了 反观右 胆平 反观右 造型秀雅 小气大样 右面油润 开片自然 且呈明显 仿宋观右 特征 经鉴定为 清 十八世纪房品 市场估价约 二十万元 你看看 没说这一次 你这 我们请 王春成先生 为你颁发金牌 恭喜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期说的是 歌右 歌谣 专家最后的一个 论题是 观歌 往往不分 观歌是不分 可以不分 允许不分 但是真假 不能不分 一定要分得清 分得坚决 因此我们还要 坚定不移地 贯彻那四个字的方针 去为 存真 谢谢大家 谢谢